金融市各处社区筛检站在3月底开设后 累计筛检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人次 而在快筛羊后PCR确诊率超过95% 因此在全国确诊人数持续处于高原期的情况下 金融市长牛昌支持快筛羊及确诊的政策 并表示金融市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只要中央一宣布即可换轨上路 包括三处社区筛检站、五家医院及42间专责诊所 将无缝接轨转型为快筛羊判定确诊门诊 并开放诊所医生 也可以为有需要的民众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 针对中央即将宣布的快筛羊性及适同确诊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金融市已经预先准备 然后已经协调准备好了 那只要中央政策一宣布 我们就可以立即换轨上路 那我们现在将会由金融市三处的社区筛检站 以及五所医院 还有42家的专责的诊所来进行无缝接轨 那也会转型为快筛羊判定确诊的门诊 除了开放诊所给予一般的一个药物之外 那医师也可以为有需要的一个民众来开立口服的抗病毒药物 然后这个立即快速地给予相关的一个治疗 那由于前阶段 全国的一个疫情发展的重点是在北部 北北基陶的这个区域 那现阶段中南部的疫情在逐渐升温 那全国疫情朝向高峰来做一个迈进 所以接下来全国的盛行率也会慢慢地去一致 那所以现在民众快筛羊之后 大概有超过95%以上的民众都是PCR确诊 那所以现在的一个确诊数也处于一个高原期 所以我也支持这个能够加快来推动快筛羊性 几等同于确诊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刚刚提到我们目前已经协调完成了50处的一个医疗院所 可以供民众快筛羊来判定确诊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明天政策一宣布之后 能够加速大家的一个这个确认 然后也另外可以立即给药 另外针对儿童疫苗施打规划 牛昌提醒满五岁的学龄前儿童 不管是正在公私立幼儿园就读或上位就读者 5月30号起都可到十家专诊诊所预约施打 我们基隆市年满五岁的小朋友 不管你是在公托还是在私幼 还是你未就学 在5月30号呢 你就可以到我们基隆市十家孩童的BNT专诊的这个诊所 来进行预约的一个施打 所以我提醒大家 30号呢 5月30号就可以开打 所以近期这几天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预约的一个动作 而为了提升长者施打疫苗意愿 中央宣布6月底前65岁以上长者接种 除了可获得500元礼券 再加证两剂快筛四剂 基隆市这种方面则宣布再加码多送两支快筛四剂 也就是基隆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施打疫苗 可一次拿到四支快筛四剂 另外对于确诊重症病童 基隆传业院方面也加设儿童ICU1床 还有12床成人与小儿混合专责病床 以收治儿童确诊者优先 希望透过相关医疗设施加强 避免汗室再度发生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